一起娃娃娃把宅宅带回家 娃娃娃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邓超元 没有为什么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要不就用冷水泼进脸上 爬墙干什么呀 挺俏皮的挺尴尬的 我觉得首先它长得很有特色 你看它像猴子吧 确实像猴子 大家知道猴子的脸 中间那一块是红的 屁股也是红的 她的眼睛一直是睁开的 一直是这样闭着的 所以它是处于放电的状态 我觉得还行 挺俏皮的 改进的地方嘛 就是它可以拿个金换 这样我感觉比较有意思 你现在拖的每一条路径 都会形成路径依赖 自然强化之后 它们会成为你以后做事的习惯 苏之念的一百天契约 有的 那你会比较推荐给新手 小白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我觉得先做有氧吧 就每天跑跑步就行了 对 我生活中是特别喜欢打野球 想要挑战新的运动吗 有啊 我想冲浪 校园题材给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的 苏之念人还是说 遇见你的话 就是它是职场的 可能它的整个氛围 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在公司 它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严谨的 包括它们之间的感情方面 也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校园里 可能是吃醋的吧 苏之念是属于更多的照顾的人 古装我觉得就是 装法肯定不一样 你会戴头套 然后你还会穿那种衣服 很多层 然后很长的那种衣服 还有就是会掉尾牙的情况比较多 天然不飞 那你还要挑战什么 其他类型的角色吗 特别挑战就是 明波 然后还有 吸血鬼 这个不会 我觉得挺尴尬 说实话 可能健身吧 心意方面 还有就是 打球 打打游戏 就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的就行了 我有时候有 跟情况 那用你的方式 叫大家起床吧 起床了 起床了 再不起来 我就冷水潑你脸上 再露一个温柔一点的 起床了 起床了 太阳已经晒屁股了 一下 兔头发 没有为什么 就感觉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又很严重的东西 很久不见 然后一起吃个饭 Melvin 过来一起吃个饭之类的 而且他们之前帮我宣传的那个剧 《乍兮成为家意》 施展 遇到了什么 遇到个刀自己的 你难免会遇到的呀 我觉得我不会穿 我反正就觉得穿束个就行了 那带你的穿单 立不可少单 你吃什么 费心 少 很一般 最好的菜希望是炒单 爬墙干什么呀 爬墙那么高的都危险 我不担心 可能自己出演的影视剧里边 会有自己会唱的歌曲 宅家还是出门 宅家 更喜欢猫还是狗 狗 火锅吃青汤还是麻辣 麻辣 发消息喜欢打字还是发语力 打字 最近最常听的一首歌 人海之中意见 打游戏的本命一种 雅锁 是鸡还是王者 是鸡 最喜欢用的表情包 休息时间最常做的事情是 看看具有 最想去哪里去 海边 祝娃娃娃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虎年打击虎虎生风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次是 我们下个人的计划 什么事 能够进行